在這個雖然是廈門的金門騎馬 但是在台灣騎馬也不一樣 在這裡騎馬 在台北市都是被馬管 現在來這裡管馬 沒有,不總 而且你知道金門騎 你看它在海邊飆馬 爽快 顏值難以形容的 而且還可以騎到那個 金門的閩南建築不錯去 剩下 穿古裝就很像古代的人 那在這邊其實會不會讓你忘掉台北一些 這個白手的事情 忘掉太多了 台北市喔 我們知道台灣非常紛擾 來這裡喔 會覺得你 人生喔 跟這個大自然是結合在一起 而且你看 還可以看到那個貴女 哈哈哈哈 要馬中原 那對你們的一些 就位上的問題 會不會很多忘記 我覺得喔 我們有很多政治人物都應該在爭執 因為來這裡騎馬喔 就會 開始學會跟大自然 會在一起 會比較謙卑 然後我們的 國家社會就會很短 在這裡 あ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的这里起码准备改的比较麻烦 那你大概多久会来的事吗 因为我要来这里做那个闽南建筑的调查啦 所以我就会常常在这里起码 而且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业总 业锦吴先生在这里 跟他一起起码 那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而且我们两个都得得很麻烦 很久了 很久了 这当初为什么会想在这个金门的海边 就会说起码的这种问题 呃我第一次在大概是六年前 把这一批跟这一批跟这一批 大概是安若威马产 跟他第一次一起码 结果呢事隔不久 那个李宗盛说他可以跳上来 所以马有跳过去我没跳过去 所以在这种状况 激励我 干脆马亦的马尸来学习的 那从一批到现在我们已经很大 所以 所以 越来越感到兴起 最重要的你就感到达到马 然后明年有十二批马了 明年有十二批 那您现在留居的步骤后 跟你的这个正月会不会有关系 呃我觉得更好 因为充分的休闲 然后充分的享受 这种运动的快乐 那特别是金门 有这么好的沙坛 然后有这么好的一个地理环境 我觉得很棒 他这个 呃 他这个开你的第一天 就是骑马其他公司 马到成功 对 那最后会不会讲一下你的章子 怎么认识 哦 说来话长 那个大概十几年前 就有一次的体验 然后在一起 然后觉得 一些信息啊 跟外面都蛮接近的 嗯 特别是 义务先生是我最敬佩的 他在各个里面 里面都是 非常的 非常的 粗類发萃 他是我 最亲爱的 来 金姐来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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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